2024台新女子陸跑即日起開放報名 本次首度增設台中場 于3月24日在中央公園起跑 警戒而来台北场于4月14日 在市政府市民广场展开 欢迎各位女性跑友一同来报名参加 陸跑赛首创线上直播抢赛市名额的活动 让跑友报名能享更多优惠 更有爱迪达的专业帅哥配述员和精美玩赛礼 以及与松山峡海城隍庙合作的限量精美好礼 我们不管是玩赛奖牌衣服 就是用女性他们最喜欢 他们票选出来一个最好的 跑完之后可以受到类似一种五星级的接待 不管是从做宜家的舒展按摩 或是我们的做指甲做划边 在追求运动平权的现今世界趋势 越来越多各行各业的女性都纷纷投入跑步运动 身为护理师的董佩三 也和我们分享自己是如何掌握职场生活 及跑步训练之间的平衡 上班时间有时候我的门诊可能是九点多十点 那我还有加上家庭的小朋友要接送之类的 所以有可能我可能三四点就去跑步 或者是说我把晚餐煮好之后 我再去做我的其他的运动 比如说游泳啊或是跑步 工作跟家庭这些事情压力已经够大了 那我觉得只有在这段时间是属于自己一个人 可以去放空这样子 投入跑步运动的男女比例目前占7比3 所以台新女子入跑鼓励更多女性投入练跑 本次特别震慑台中场 也期待未来有更多县市的加入 让市民运动风气遍地开花 孙内台北报导